大家好,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今天我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生活方式医学我最近学习的体验 今天还是来讲关于饮食方面的 最近我学了很多的一个叫做以植物为主的这种饮食结构 这一点我也跟我家女儿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是代表很多现在年轻人有新的观点 看他们怎么看的 我女儿告诉我说如果是光说这种英文叫做plant-based diet 光是说以植物为主的饮食容易让大家引起误解 是那种比如素食啊或者是用植物做成加工 像是仿肉这类的 所以容易让人感到误会 而且就是那种坚决不吃乳制品啊 或者是蛋类或者是动物食品 这个在她眼里也不是一种均衡的和优质的饮食 这一点还提醒我了 确实是这样 我本身也是不提倡素食为健康为主的 因为有的人如果有宗教的原因啊 或者其他习惯采取素食的话 那个我非常尊重 但是对我来讲呢 我认为没有必要完全素食 可以通过叫做plant-focused 就是以植物为主的营养来源 同时有一种平衡结合动物来源的食物 比如说合适的奶制品 对我来说这一点我不大吃奶制品 因为我对奶制品有一种就是这种乳糖不能够耐受 所以我喝牛奶不舒服 但是我有的时候吃沙拉 如果尤其是在外面买沙拉会有里面有起司 这个我也是吃的 还有呢我对鸡蛋我认为非常好 因为鸡蛋里面营养非常全面 吸收起来非常好 那个肉类呢比如鱼肉啊虾呀 甚至比较好的这种食材的牛肉鸡肉 我也都是吃的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主要从植物这里面才得到油脂啊 或者是蛋白质啊 尤其是新鲜的纤维 各种微量元素 还有这种维生素 这是我认为是更好一些的 这样怎么样实现呢 就主要对我来说要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 我蔬菜水果以前是两个加起来 有四到五个份 这一份就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拳头这么大的就是一个一份的水果 现在我就把这增加到蔬菜有四到五个 包括炒的菜还有新鲜的蔬菜 然后水果四到五个 这个水果里面就要注意不要吃那种很高糖的香蕉 那些要慎重 不是不应该每天都吃 我水果主要是吃有每天一个苹果中等大小 然后再有半个牛油果 然后再用新鲜蔬菜 比如是现在的这个季节 有这种黄瓜 这是我的朋友在院子里种的 他送给我的 我今天刚刚已经吃了什么半根 还有西红柿 再有梅类 比如是草莓 蓝莓 还有一种中文名字 我还不太清楚叫Rosemary 这些Rasberry 这些都是很好的糖分不高的水果 所以这样每天有四到五份的蔬菜 再有四到五份的水果 这样提高蔬菜水果的营养摄入 同时很多植物蛋白非常好 比如豆制品 还有一种叫做小扁豆 很小 英文叫Lanto 里面营养特别好 而且它蛋白质纤维都很多 它的碳水是中等量 吃起来有点像黄豆糕 绿豆糕的味道 不很甜 但是特别香醇 在嘴里面口感也非常好 所以这一阵子 我现在慢慢的把肉类的动物性的食物 慢慢的减下来一些 还是选用优质食材 但是增加蔬菜水果和增加植物类的蛋白摄入 这一点也提醒到 你知道你每天吃多少吗 最好还是要用一个自己一个盘子 这样每次吃饭之前 把蔬菜水果饭鱼肉都放在盘子里放好了 一下就知道你吃了多少 我吃饭量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要在家吃晚饭 有这么大一个盘子 是我家先生去garage sale 就是在外面卖旧货的地方 花了5块美元给我买的一个 应该是装蔬菜水果的吧 但是我用来晚上装饭 我觉得挺好的 所以大家能看到 我在小红书上发的帖子里面 都是用这个盘子来发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植物为主的食物的话 也希望你能跟我分享 你都吃哪些特别好吃的东西 好 下次再见 拜拜